原标题,F-35战机第三百架交付,这只是一个小目标,6月12日,美国军方正式宣布,第三百架F-35战机交付作战部队,第三百架F-35战机是N型, 这架F-35A战机,当天正式交付,位于犹他州的西尔空军基地,西尔空军基地目前有四支F-35A中队,分别为第四、第三十四、第四百二十一、第四百六十六中队,其中第三十四中队的F-35A战机曾经在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,在加首的基地进行了六个月的战备部署, 目前装备美国空军和其他国家的F-35A战机已经连有197架,其中美国空军有11个中队完全满边,澳大利亚、以色列、荷兰、挪威、意大利、日本等国军有十战部署,其中日本航空自卫队已经正式装备八架F-35A战机, 以色列空军已经装备九架,另外F-35B战机一共交付了75架,主要装备于美国海军陆战队,目前公开的有五个中队,其中美国F-121中队,一共有16架F-35B战机,部署在日本山口县的盐国基地。 这支部队也是最早部署在亚太地区的F-35战机中队,除了美国外,英国皇家空军和皇家海军已经接收了14架F-35B战机,实际装备部队的只有4架。 另外,意大利海军的F-35B战机上在测试中,为正式交付,而进度最缓慢的F-35C战机,目前交付的只有28架,主式是美国海军四个中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个中队。 这五支中队有两支是实验性质的中队,另外三支中队也是少量部署,处于测试过程中,尚没有形成初始作战能力。 可以看到经过几年的发展,F-35战机的产量一年比一年多。 2017年,洛马公司与意大利和日本的工厂一共交付了66架F-35战机。 这三个组装厂今年预计可以交付91架,第三百架F-35战机,就是其中一架。 然而对于这次交付,早已是预料中的事情。 更不可思议的是,到了2023年将达到年产160架F-35战机的目标,也就是平均两天多一点,就可以生产一架F-35战机。 这个速度放眼世界,也只有F-35战机能做到。 我们专注于降低成本,提高效率,保证质量的最高水平,因为我们加速到全速生产和操作舰队维持。 目前,F-35战机的零部件由美国46个州和波多利格的1500个多家供应商负责供货。 全球一共有三个F-35战机的组装车间,通过生产F-35闪电2项目。 路马公司在美国创造了超过194000个直接和间接的就业机会,此外还有一百个多家国际供应商,帮助产生或维持处以千亿的国际任务。 F-35也行战机,除了生产速度一年比一年快半,其单价也是一降再降,从最早的1.2亿美元一价到如今的8000万美元一价,这个价格与如今主流的第四代半战机已经不相上下了。 而单价下降的根本原因,是路马方面优化了生产流程,其制造工时下降了75%,单机生产时间缩短25%, 这些生产工艺的改变,将大大提高了F-35战机的市场竞争力,而其中成功的经验,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。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,我国的J-20在整体设计上,已经基本达到世界第五代战机的标准,但是在实际量产和一些关键技术上,我们还是刚刚起飞,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中国航空工业还要多多加油, 责任边